Pri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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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到岩城區呢 大家第一個會想到什麼 沒錯啦 就是許多傳統的老牌老店家 所以呢今天結合要帶大家去吃一間 非常正牌的老店 而且它連招牌都還是 古早味的白底紅刺呢 好香喔 我已經聞到那個肉燥味了 這家相信我 不知你絕對會後悔啦 喔 真的是有夠香就對了 這間米國老店 可以說是閹店補館 都去的好料 他們的客人是從小吃到大 常常念念不忘這個肉色香 保留傳統的口味 主食年如宜日 還給我復活企業婦 推薦我陽店補上山的美食店家喔 好棒喔 看到沒有 這就是一家只開了 非常好吃的米糕店喔 鹿鹿 妳好 老闆娘 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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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好緊張喔 因為製作單位教給我 有個非常困難的功課 就是要跟鹿鹿說台語 不過我不會練腿啦 沒關係啦 我們說國際台語都會通啦 真的嗎 也可以喔 所以觀眾朋友們 如果等一下記得有稍微冷場的時候 請多多包含啦 謝謝 沒關係啦 講到這個最好吃的米糕啊 米糕 米糕 這個熱熱的 熱熱的 燙燙 聞起來好香喔 這是糯米嗎 對 這糯米醬 妳吃看看 這QQ 軟軟QQ 還沒有吃之前先聞一下 那個糯米的香氣很重耶 這是要煮很久嗎 麵糕超多一點多鐘左右 對… 好好吃喔 而且那個滷肉 這個肉 滷肉 滷肉 很香 對 很香耶 對… 你們是要滷很久嗎 對 滷肉要滷比較久 對… 要過幾遍 滷幾遍 要滷幾遍 要滷很多遍就對了是不是 好特別喔 而且這個滷汁很香耶 對 搭上這個是魚鬆 好好吃喔 有那種香脂 懷念阿嬤煮的民歌的感覺 老時候的味道 對 這是古早味 古早味 老闆娘你們賣了60幾年了嗎 60多年 民國36年 民國36年都開始賣了 是我們阿嬤那時候我還不知道 我們爸爸 我那時候還不知道 對… 那這樣子做了這麼多年民歌 你們店最著名的就是米歌對不對 米歌… 好好吃喔 這個糯米咬起來很香耶 而且它不會很油 不會 QQ的 吃起來很有了勁 再搭配這個小黃瓜 好脆喔 酸酸甜甜的很好吃耶 對… 那你們有什麼特別的秘方 讓你們的米歌 這樣你喝起來 這個最主要就是東西要新鮮 對 和煮的火鍋要有夠 真的 像我們在滷肉燒 你東西也新鮮 來煮 火鍋有夠 這樣來就好吃了 沒什麼劈勞啦 很香耶 而且我發現它有一種奇妙的魔力 會讓你一口煎一口想要繼續吃 真的很好吃耶 這樣喔 這個小小的美歌 可以依律不咬一家子 除了是用料新鮮實在之外 店家又使用當煮米在煮 經過挑選煮出來的米心 才會讓均衡熟透 這個粒粒昏迷 口彈給它Q彈 淋上這個肉燥 再拌上魚鬆的香氣 還有爽口的小黃瓜 清爽不油膩 一口接一口 店家就是用這種米 守住老祖父的胃喔 那我相信這附近 應該有很多那種老顧客 很深喜歡來吃你們的米歌 我吃到做小粥也太多 對啊 從小吃到大這樣 對啊 年輕 他有的是米果 三十幾年來吃嘛 到現在也做小粥 小粥就賺他們小孫來看說 這我小孫的我小粥 我說很高興 也很堅強 一代代一代吃 繼續來吃這樣子 對… 有的媽媽帶小子來就說 以前我和你媽媽在澄澄澄 的時候都坐在那裡桌 還就是對這間店特別有感情 對啊 所以就是這樣 我就說多少做啦 不然說真的 我們現在一定也太年了 有了啦 而且坐在一起吃得很辛苦 很累啦 就說沒關係 就叫老朋友 叫老主婦 像像我的好朋友 自己的姊妹這樣 兄弟姐妹這樣 大家來都和我在說算 說笑 真的喔 非常熟悉的感覺 對 對 所以我覺得來這裡做 是很快樂的 真的喔 好棒喔 這個很香耶 而且我小時候都不知道 為什麼吃米歌 一定要配肉鬆嗎 因為米歌是用肉燥對不對 你肉燥吃下去的肉燥的味道 不一樣 肉皮膚 魚鬆有魚鬆的味道 綜合起來是不是很合 對啊 就是那個滷肉 再加上這個魚鬆 對… 很搭耶 真的很搭 所以從以前大家吃米歌 就是一直都一樣 就是這樣 對… 來這邊喔 除了吃米歌 當然是少不了配菜啦 搭呢 前這盤滷絲目魚肚 趕快是用肉燥露出來喔 這是必點的小菜耶 所以這個也是你們這邊 非常出名的 對… 那這個是什麼醬 這醬 這是辣椒醬 有的… 這樣一點點的 對 這樣一點點 好嫩喔 對啊 吃起來很香 這肉燥料也是要新鮮的 的魚下來煮 很嫩 而且吃下去那個鮮味 非常新鮮 對… 而且這個醬很好吃耶 有一點點甜甜的 稍微 稍微甜甜甜辣辣的 稍微 可是沾太多我等一下就要哭了 因為我們不太會吃的 好好吃喔 而且這個魚肚啊 沒有吃 真的喔 這沒有吃 難怪我剛剛吃 所以小朋友也可以直接這樣吃 小朋友很愛吃 小朋友很愛吃 好嫩喔 軟軟 好 而且這跟我們外面飯吃 譬如說煎的啊 是不一樣 就用滷的嘛 滷的 比較沒有那麼油 對… 滷 而且這個肉吃起來啊 不會乾乾的 因為它滷過之後 就是吃起來非常的順口 滑滑的 這是什麼東西啊 這看起來好特別喔 叫做肉筋 肉筋喔 對… 我還沒有吃過這種耶 有一點點像那種 豬頭皮的感覺 脆脆的 這不是豬頭皮 脆脆QQ 這就是潤帶 這就是潤帶喔 對 有沒有 我們在豬 豬的腳 有兩塊而已 對 你自己吃 這樣QQ軟軟 人家說這就是比較有價值啦 喔 QQ 而且很香 對 有那個香香的那個味道 那個肉裡面是要有香香的味道 對… 嚼起來好Q喔 QQ… QQ軟軟 所以這個吃起來就是很有膠質 對嗎 對… 這也有膠質 膠質可以幫助我們的骨頭啊 而且皮膚會漂亮 皮膚會漂亮 對… 難怪你看老闆娘皮膚超好的 沒有啦 老人啊 皮膚看起來氣色還是很好 老人啊 所以要多吃這些有膠質的東西 對 好好吃喔 而且真的很Q耶 這也叫做肉筋喔 肉筋 對… 吃了這麼多 沒點一碗 他們的素心湯 真的就太沒來行了啦 聽說 光是熬煮湯頭 跟青小腸 這個就廢了五股很多的心思耶 愛熬了很久 這個素心湯是我最傲的 最驕傲的一個… 一項代表啦 對… 因為你要花最多的心思 在這上面 對… 那素心湯是有哪四種東西啊 有四種中央 有 福人 芡食 淮山 蓮子 就是裡面都一定要附地方 跟四種東西就對了 跟那個大骨頭 跟我們這些 這些腸子啦 嗯 豬肚啦 一起去熬 一起下去熬這樣子 對 要花很多時間就對了 花花很多時間 那像這個小腸啊 是有特別的處理方式嗎 有…一定要處理 要不然你小腸不處理 會黏黏的不好吃 你看你吃起來不會黏黏的 有 這吃起來脆脆的 對… 不像有些咬下去會那種 粉粉的感覺對不對 對… 所以最花時間的 是不是在處理小腸的部分 對… 哇 原來四神湯了 那四樣中央都很簡單 最…最困難就是在於 處理小腸的部分 我都強調不得再加什麼 就是 大骨頭 喔 跟這… 我們這… 像我們這四神湯啦 還有這個小肚啦 喔 裡面還有放一些其他的 對 阿樂煮 一直煉 煉起來 這個滾起來 我們把火起來 火起來的時候 像這湯 加熱一直熬 那這樣子要熬多久啊 差不多有六七小時 哇 六七小時 這樣你不就很早 就要開始煮這些湯嗎 對啊 所以很早就要煮這些湯啊 不然這個湯 沒有那些時間煮起來 你看 藥材都這樣清清 對 我們這個濃濃的 對啊 看起來就很好喝 而且喝下去那個味道很香 對 所以這個東西 這個四神湯的不一樣就是這樣 不然只長子跟這個小料 差不多兩個 兩個鐘頭左右 我們就可以煮好了 但是其餘的時間 我就是在熬這個湯 就是用那個大骨的湯 熬完之後那個骨的鈣質啊 一些養分都會在這個湯裡面 對… 所以這個湯也是精華 喝茶的最好 對… 湯也是很棒的精華 四神湯最好 那我再多喝一口 對 那像一般客人來吃 除了點米糕 然後魚肚 那通常他們還會配一些小菜 對不對 對 就是這三樣 這個喔 這個滷蛋看起來就很好吃 很好吃 這個蛋白很Q耶 很Q 對啊 因為它是滷很久嗎 要花很多時間 對 要滷幾點 好香喔 好香喔 而且那個… 我有聞到了 你再吃我有聞到了 我再吃老闆娘都有聞到 所以你滷的時候通常 肉燥、滷蛋還有一起滷 這個是什麼東西這樣 公圓 這個公圓 也是很好吃 沒有關係 再來一點 它飛走了 它不讓我吃 太Q了 太Q了 這個我一定要把它制服 這個 真的很好吃耶 很好吃 我覺得應該是因為 它那個滷肉的 那個香氣的關係 所以讓整個那個 貢丸吃起來的 那個特別香味 所以其實說 配這些小菜啊 配這些滷蛋啊 貢丸 肉筋 然後再配米糕吃 米糕 這樣子一餐就吃很飽耶 對啊 有皮、有肉、有菜啊 對啊 就很豐富啊 然後再配一個 最重要的四神湯 所以觀眾朋友們 如果你跟我一樣 喜歡吃這些 很有特色的小吃的話 記得要來這邊找 哇 它會很熱情的招待大家 而且這邊的東西 真的是一句話 讚 超好吃的啊 讚